大家都喜欢看娱乐视频 因为能增加快乐 技术类视频索然无味 但如果你想提升意识和操作 我的视频会一直在这等着你 这个视频将是意识和操作的配合巅峰 所有人都不看好你能逆风翻盘 但我要做的就是让所有人都刮目相看 补充关键点 小推作曲亮机 赶往小门需要25秒左右 加上点门大概需要50秒 勘探从红毯跑向小门 拥兵正面刚顶多持俩蝶倒地 于是尝试苟着但是白给 有底牌很可能会挂上后会切传送 作曲家防了一手 没传就继续点门 红蝶不着急选择一路排耳鸣 双方都在赌对方的下一步操作 勘探在目的卡 耳鸣亮起但不确定具体位置 继续交叠赶路小门排点 这时候可能会有人忍不住选择去救拥兵 那你可就被钓鱼了 有底牌你不清楚他什么时候切传 最好的办法继续卡目地角 这样等他船已发现 梅尔明会下意识觉得我们去小门 这时候作为红蝶 无论如何都要第一时间赶去小门 有可能拦到我 即使后面我没走门绕取救拥兵 以红蝶的机动性 我们也来不及点大门 红蝶依旧有保平面 因为是跟拥兵双排 于是让他去大推方向 握正面勾引 这波全是心理博弈 假如继续追傭兵 只能保平 但如果能快速击倒我 傭兵大推去小门 需要很长时间 有机会争三杀 双方都在谈 我的底牌是三块磁铁加飞轮 傭兵走门大概需要五十秒左右 不惜一切代价 拖出一刀斩结束 角度不好 被迫交飞轮 再补磁铁进板 勘探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好 牵制红蝶鱼女使徒等 经常角度不好弹了 还得吃刀 但见粮绝 而傭兵还需要近十秒才能走 这时候就要拼一事 而不是操作了 顶着这块板 只要他飞过来 我们就翻板过去 即使吃刀倒地 有三爬行 就一定能走地窖 唯一无法走地窖的方式 就是他蝴蝶飞拉回后 将我击倒 这样会少一个绕路的时间 这时候磁铁没有太大作用 红蝶面临选择 即使他不交飞 我们也能拖出飞轮CD 优势在我 不要离板子太远 可以小走位 虚晃片身位 将距离把控在 能第一时间翻板的位置 保持冷静 耐心博弈 不需要你做任何天秀操作 等待他将飞过板就行 第二把电机刚压好 勇斌木屋 教自己准备救人 守夜人知道他的大概位置 直接拦到西伯利亚去了 触发小搏命 肯定不够救我 直接喊开利用大心脏和户壁 补距离救援 守夜人也不傻 傭兵他俩户壁 加上前妻救人 手中肯定没道具了 并且没自己 快速击倒傭兵后 直接不挂 因为是七结局 跟傭兵双排 邮差不知道 我们这边的情况 这时候就要多发信号 反复强调一点 监管者在我附近 只要信号CD好了 就不停重复 邮差就会分析局势 做出判断 点开小门后 再赶往大门摸佣兵 我们所能做的就是 尽一切可能拖延时间 先以保平为目的 转向小门最里面 即使倒地队友 也能摸好点大门走 回身观察首夜的下一步动作 是风行还是冲刺 控好磁骑距离 保持安全身位 提前补磁铁 观察其动向 首夜后退意味着 要强风吸回 切换磁骑 打吸过来 使其眩晕 同时打断 强风后首夜 无法获得能量 这意味着 在没能量的前提下 我们能 极限走门 先在门里待着 卡尔明 首夜不确定 邮差的位置 门口不停徘徊思考 而犹豫 就会白给 有的时候 可能就差这一点距离 就能拦住对面 别回头 往前冲 电控加速 注意必须力 挑起底牌了 三二一 我是似水流年 你突然摸止 不 forb自身 还是